資料中心耗電量大 該設在哪 成為AI時代首要考驗 想回答是在高雄的超級電腦 台北1用電量要7.68MW 台電去年9月起 管制桃園以北地區 想設用電量超過5MW的資料中心 都拒絕核准 董事長曾文生也喊話科技業 就近電源端設廠 往支持電源開發的縣市投資 主要是北部的電廠不足 目前北部它的整個用電量 是大於它的發電量 北部的用電有很多部分 就是要從中部南部的發電量送上來 美國也因電網輸送量有限 蓋輸電設備困難重重 AI資料中心幾乎都蓋在電廠旁 南韓和新達坡更針對資料中心 管制用電量 電力的輸送需要輸配電系統 那麼電力輸送過程中會有能量的損耗 而且輸配電系統的成本也高 所以高耗能的產業包含資料中心 應該要設置在靠近發電廠的地方 目前Google資料中心設在張斌工業區 微軟則是在桃園盧竹洞工 美超維金面野和台廠日月光 在高雄打造全台首座水冷資料中心 接下來可能受影響的 是也要設資料中心的亞馬遜AWS 和傳出有意設場的蘋果 兩家地點都還沒定案 各縣市的發電量都有它的限制 所以不是只有資料中心 將來大型高耗能的產業 其實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專家建議台電 把離風和尖峰時間的電價差距拉大 才能鼓勵廠商投資儲能設備 AI讓電力議題一再浮上檯面 用電大戶都得盡早應對 華視新聞黃天陽燒成台北報導